我們再看一間698呎的大兩房 這間比剛才那間房再大一點 廳又大一點 你看到餐桌又有形容了一點 放完之後這邊就有廳櫃 都是放一些零食或者飲品 有空就喝幾杯 還有一個餐邊櫃 都可以裝很多東西 都是開放式的廚房 一字形的廚房 櫃面來說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你可以借助餐桌去增加自己的工作桌面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LDK的設計 整體上就不差 有些名牌的家電 還有收納的空間都夠 整體做出來的效果挺漂亮的 客廳的空間 電視牆 沙發 整體來說就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就還有一個露台位 看出去就看一座中式的學校 還有一個山景 浴室就大一點 你看到這裡還有一個窗台位 可以放一雙花 然後可以放一些雜物 就是用一個淋浴的 這邊就有一間睡房 跟剛才那間睡房差不多 都是窗台位 看出去都是山景 主人房就大一點 做了一張梳妝桌 然後就一張大床 三邊落倒床 還有一個很大的窗台位 窗台位也挺舒服的 你有空可以曬著太陽 看書做事 或者在這裡做個工作桌面 放一層會看到那間學校和馬路 所以它特地寫著 而這邊就特別一點 做了一個工作桌面 是有窗的 正常我會封起來 兩房兩途 就是它有一個主人浴室 浸浴區 整個東西有白色的磚牆 還有人造環石 協調性 看上去就很統一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工作露台 走出來就最主要感受一下 這區的生活器 整間屋是現時都賣的 大概賣1500萬起步 這次單位你又覺得靜不靜